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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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好 这是我们这一次的包括在 张处长要来为我们进行详细的简报说明 有请 处长 好 谢谢主持人 那刚刚大家有看到影片里面有简要的介绍了一些相关的缴税方式 那我在这边呢就来跟各位稍微详细一点的介绍相关的资讯 首先是我们财政部副税署的吴组长 还有我们基增行政组的陈副组长 还有各位长官 各位贵宾以及媒体朋友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政府税监竞处处长张士斌 那接下来就跟各位简要说明 112年下起拍照税开征的相关事宜 那我们今天的报告大纲呢 会包括开征资讯 多元缴讯 还有一些贴心的叮咛 那首先在开征资讯上面呢 会跟各位报告使用牌照税的一些开征讯息 还有全国查定的情况 还有新的措施就是我们使用牌照税归户措施 还有免税车辆的统计数等等 那依照那个使用牌照税法的规定 我们汽车使用牌照税呢是每年要征收一次 但是营业用车辆因为考虑到营业人的负担呢 所以我们是分两期来征收 那我们自用车呢已经在每年的四月份已经征收过了 那营业用车是分为四月跟十月分两期征收 那本次开征的呢就是我们营业用车的下期使用牌照税 那我们这次开征的课税所属期间是7月1号到12月31号 缴纳日期呢是10月1号到10月31号 那课征的标的就是营业用的小课车 大课车 货车 还有义饮车 那纳税义务人就是车辆的所有人跟使用人 那至于税额计算呢我们是依照牌照税法 机动车辆分类的这个税额的那个分类表的税额规定来课征 那是按照我们车辆的那个CC数呢或者是那个马力数来课征的 那有关于我们112年下期全国这个营业用车辆的开征量数呢 有达到28.4万辆 那比起我们111年呢有增加了1.2万辆 成长率大概是4.53% 那税额的部分呢我们开征的是12.3亿元 也较111年度呢增加了0.37亿元 那成长了3.07亿元 那分析我们为什么这个车辆数跟税额都会增加 应该就是我们心灵牌照的车辆增加的原因 那其中呢这个开征的车辆呢 以营业用的小客车最多 那个量数达到15万辆 约占了53% 那税额有4.5亿元 那我们想因为今年6月底解封 疫情解封之后呢 我们好像国内的旅游市场非常的兴盛 那大家都想出去外面透透气走一走 所以我们营业用小客车的那个 租润的小客车需求非常的畅旺 那应该也就是心理牌照增加的主要原因 那分析一下我们这一次开征的这个28.4万辆的车 其中六个直辖市也就是六都 查定车辆数的合计数达到了24.8万辆 占了全国将近9成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表上看到 我们这个六都当中是以台北市的车辆数有13.2万辆 那税额达到4亿元是最多的 那从今年的7月1号起呢 我们财政部提供了一项新的归户措施 也就是说 纳税义务人的名项 如果有多台车 那以前就是一台车一张税单一张一张税单 感觉也有一些不环保 也不方便 所以呢 我们就开放民众可以申请就同一个县市 你辖内有多少部车 那你这个使用牌照税 定期开征的税缴款书 或者是转账纳税通知的那个通知书 可以来申请归户 那每张缴款书最多可以归户五部车 举例来说 如果这个车主呢 在我们新北市有八辆车 那他申请归户之后呢 他只会收到两张税单 那一张的缴款书是有五部车的资料 那另一张缴款书就会有三部车的 那所以就是说 一张缴款书就可以归到五部 那这样子对民众来讲呢 是相当的方便 但是呢 如果有这种需求的民众 应该在使用牌照税开征的前两个月 就要来提出申请 那以本次的这个牌照税开征来讲呢 因为我们是十月份开征嘛 所以一定要在七月三十一号以前申请 那今年才可以试用这个新的规定 那如果预期了就要到下一次才能试用 那要怎么样来申请呢 民众可以到我们地方税网络的申报作业网站 来线上申请 那当然也可以写那个书面申请书 寄到车籍所在地的地方税寄证机关 那申请归户项目一个是那个牌照税的缴款书 另外一个就是转账纳税的通知 那申请之后呢 将来要寄送给民众的话 那民众可以申请说用电子邮件寄送啦 或者是基本 只本邮件来寄送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次呢我们这个归户新措施呢 在112年下起这个开征的时候呢 那已经营业用车辆已经有人开始申请了 那总计有387人申请缴款书的归户 有6900多辆车来申请缴款书归户 那我们看统计数字 应该是车主名下有6到10辆车的车主 有109个人呢申请了缴款书的归户 是这个缴款书归户里面申请人数最多的 那在转账缴税通知的部分呢 总计有203位那个车主来申请 那申请的车辆数达到136000多辆 那申请的这个我们可以看人数最多的是 拥有50辆车以上的车主 有53位他申请说要转账缴税 然后帮他归户 所以呢这两个拥有6到10辆车的车主 是申请缴款书 还有拥有50辆车以上的车主 申请转账纳税通知呢 是目前申请这个营业用车辆归户最多的人数 人数最多的族群 那如果说我们把自用车跟营业用车辆的归户统计资料 整个来看的话 其实到目前为止 申请缴款书归户的已经有1032人 有11000多辆的车申请的缴款书归户 那转账缴税通知呢 也有560个人申请了 那申请的车辆数达到了148000多辆 那可见这个转账归户呢 应该未来会是一个蛮受欢迎的新措施 那到了112年8月底子呢 我们全国各类车辆免税的车辆数 统计起来已经将近96万辆 那免税的金额这样估算也大概有96亿元 其中计程车免税的量数有9897辆 占9点多 那免征税额达到了4亿8000多万元 这是占5点多 那对于那个完全以电能为动力的电动车 或者机车免征使用牌照税的这个措施呢 在立法院110年12月28号已经通过了 要延长这个免税期限到114年的12月31号为止 所以这个车辆数预期未来也会持续的在成长 那接下来呢就跟各位来报告一下 我们这个多元缴税的方式 那因为我们民众缴税的习惯也非常的不同 那为了因应不同缴纳习惯的车主 我们提供非常多元的缴纳管道 那对于有一些民众他觉得还是要到金融机构去缴税 他才比较放心的呢 他可以选择到银行农会去缴款 但是比较特别的是邮局是不带收税款的 那有一些人现在也很习惯到便利商店去缴税 那三万块以下便利商店就可以收 那如果说不喜欢去弄现金的人 他也可以到具有跨行转账功能的ATM 那个自动贵员局去转账就可以了 那有些车主是不喜欢车门的 他就喜欢说是不是有什么在家就可以缴税的方式呢 那这个车主呢他就可以申请这个电子支付来账户呢 来办理这个转账缴税 那也可以到我们网路缴税服务网站 也就是PayTax来缴税 那如果说民众觉得还要烦恼缴税这件事 实在也算是麻烦的话 当然你可以申请那个长期约定账户来转账 反正车子嘛可能会跟爱车会跟个十年八年 就可以申请一个账户来转账 那要申请这种方式转账的话呢 是要在开征两个月前来申请 那这种方式的话在扣款前 我们税捐计算机关也会提醒您 要留足够的存款在账户内 而且是在缴纳期限借满的第二天才会去扣款 那当然呢 我们有时下最方便的这个一化缴税方便 一化缴税方式 如果说我们税单不在身边 或是找不到税单的时候呢 其实也可以到我们地方税网络申报作业网站 点选我们右侧有个按钮 就是定期开征查缴税跟电子传送服务 这个钮去按一下 那就可以用统一编号加上车号 或者是用工商评证啊 金融评证等等电子评证 然后再点选电子缴款 连接到这个网络缴税服务网站 来建行这个线上缴税 那如果说家里没有桌机 或者有的人就不方便申请评证 那其实呢 用手机或平板来扫描 缴款数上的QR Code 也可以连接到网络缴税服务网站 来缴税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电子支付转账 缴税的这件事情 在这边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说民众如果想要更方便的来缴税的话 其实也可以事先来下载 有开办行动支付缴税工具银行的APP 或者是电子支付机构业者的APP 那下载了之后呢 简单的几个步骤就可以来缴税了 首先你开启行动支付或者是电子支付的APP 把它开启 再来呢 开启之后就可以扫描税单上的QR Code 或者是三段式的条码 那确认了缴税资料 就说没有错 就资料就是这样 那就可以按确定就完成缴税了 那目前行动支付APP的厂商 比如说台湾行动支付啦 EasyPay EasyPay 简单付啦 i缴费等等 有14家银行都有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那电子支付的APP 比如说欧富宝啦 iPass Money 及爱金卡等等 也有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那接下来呢 就跟各位介绍一下 假设说税单收到了 不晓晓到哪里去 或者说没有收到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那接下来就跟各位介绍一下 怎样来补税单 还有怎样申请减免 还有预期缴税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首先如果说 税单遗失或没有收到税单 你就可以到财政部税入入口网站的 电子税入文件 申请补发电子缴款书 那或者呢到便利商店 它都有一个多媒体资讯机 去用你的工商凭证跟统一编号 再加上车牌号码 那就可以列印缴款单 直接到便利商店的柜台来缴税 那另外呢 当然也可以就进到地方寄贞机关 或者是地方寄贞机关 派驻到各地监理站的服务柜台 零柜来申请补单 那如果都不想要的话 其实也可以打电话 002 2745 5880 或者是 0800 000321的电话 来申请补单 那当然如果民众你的那个税单 寄发的地址有变更 还是要提醒大家 记得要跟车级所在地的地方机关 来申请地址变更 这样子税单 就能够顺利的寄到你的家里 那另外就是贴心的叮咛 各位车主 如果说你的车辆有一段时间不使用 那可以到监理机关来办理 停止使用或者是搅消牌照 那在停止使用或缴消牌照的期间呢 就可以免征使用牌照税 节省你的税金负担 那假设说 今年的牌照税缴纳期间是到10月31 那民众如果预期缴纳的话 那每预三天呢 就会加增1%的质纳金 换句话说 在11月1号、2号、3号这三天 虽然有预期 但是你去缴纳 我们还是可以不加增质纳金 那从11月4号、5号、6号这三天 才缴的话 就要加增1%的质纳金 就这样子按这个时间来算下去 那质纳金最高会加增到10% 那如果超过30天 也就是10%加满了超过30天 还没有缴纳税金的话 就会被移送到行政执行署 来强制执行 这个提醒车主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那如果是在11月4号以后才缴纳的 那除了开始加增质纳金的话 以往你就只能够 因为预期嘛 只能拿这个缴款书到 代收税款的金融机构去缴税 那从这一次的牌照税下期的开征 这个开始呢 我们财政部又提供了一个贴心的服务 就是说 如果你4号以后才缴纳的话 财政部他也新增了 线上缴纳本税跟制纳金的服务 那只要在11月30号以前 车主都可以透过网络缴税服务网站 缴纳本税跟制纳金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有申请归户的案件 目前暂时不能够使用这一项的服务 那最后呢 还是要提醒各位车主 你如果预期为缴纳当年度的 这个使用牌照税的这个车辆 到制纳期满到当年的12月31号 那这个车辆如果行驶或者是停放 停放也不可以 停放在公共道路被查获 不但要补税 还会被处以应纳税额一倍以下的罚缓 所以应该罚的算是相当重的 请各位车主一定要记得按时缴纳 那非常谢谢各位聆听这个简报 敬祝大家身体健康 事实如意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处长 那么我要请处长先回座 我要感谢处长在这个阶段呢 不管是营业用车辆整个的分析也相当的完整之外 同时也针对了在这一次不管是要缴税的义务人 该怎么样缴税 没有缴税应该要怎么处理 都有做好的相关的提醒跟叮咛了 在今天的现场呢 我们特别要准备了一个启动仪式 也代表112年营业用车辆下期的使用牌照税 从10月1号要正式的开征 务必的邀请所有的纳税义务人 注意相关的时间以及缴税的相关管道 接下来我要一一的有请长官们到舞台前 来进行我们的启动仪式 首先呢要邀请到的是陈部组长 请副组长就我们的位置 接下来我要邀请吴组长 请组长来就我们的启动区 接下来我要邀请到的是张组长 请助长就我们的启动仪式去 好嘞 在今天呢是我们整个的开征启动仪式 我要邀请三位长官 请将手放在我们的启动光球上面 那我们待会呢在倒数3秒钟之后 我们要正式的在这一次的开征议者会 也代表了我们的使用牌照税要正式开征了 我要邀请三位长官请看向前方 我们在倒数321之后呢 就准备要正式的进行起跑 来 一起来倒数3 3 2 1 请启动 好 我们一起来宣布 112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 正式的开征起跑了 我们也将相关的时间 还有管道 以及相关的使用缴税的方式 都在今天的记得会当中 详细的为大家来进行说明 也请三位长官看向前方的媒体朋友们 让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们也将相关的讯息 让所有的义务人能够了解 我们一起比个赞好不好 好 预祝我们这一次的整个112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 能够顺利圆满 也再一次的提醒所有的 缴税 义务纳税人 务必一定要掌握时间 好的 谢谢长官 请刘布 那么呢 在今天呢 我要特别请工作人员 也再一次的将手取牌拿出来 刚才呢 其实在处长的节报当中 也详细的有说明了 最后我也要求请媒体朋友们 再将我们三位长官手中拿的 重要的10月1号到10月31号正式开征 那另外呢 在缴税的方式方面 不管你在便利商店或者是在金融机构 以及长期约定的账户 刚才处长有提到了 如果你真的完全都不想要处理这件事情的话 长期约定账户也是一个好方法 那另外呢 在这一次呢 利用了电子支付的账号可以进行转账 可以用信用卡 可以用晶片 可以用ATM来转账 通通都是便利多元的缴税内容 好 请看前方的大卫摄影师 好 多元纳税缴税卡关 一路顺畅 安心够 来看一下我们后面的媒体朋友们 再为我们补助一下重要的一个方面 好 谢谢媒体朋友们 为我们让这一次的整个开征 都能够顺利圆满 好的 我要谢谢组长 感谢副组长 更要谢谢处长 那么今天的我们开征记者会 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要再次感谢三位长官 谢谢你们